美国有两大女性品牌 美国有两大女性品牌 一个是Victoria's Secret 另一个是Cosmoparton Victoria's Secret在八九十年代时 是非常盛奇一时 曾经最高峰时 在美国本土有350间女性品牌 每一年做的生意 竟然高达十亿美金 在1999年 Victoria's Secret 将那一年度的 fashion show 放在网络上 竟然那一次吸引了超过150万人次 看过那一年度的 fashion show 但近年Victoria's Secret的生意 大不如前 由2016年开始 当时他们占了美国本土市场的生意 当时是30% 去到两年之后 只剩下20% 为何近年生意很高峰 会突然降低得那么厉害呢 主要是因为近年很多女性 当她们再去买内衣 甚至买衣服的时候 她们是追求几个很简单 但很实在的形容词 包括了第一 健康的 第二 是diversity 希望是一个多元性 多样性 甚至乎是inclusion 是很inclusive 是有包容性 全部跟Victoria's Secret 她们标榜的形象 是非常不一样 很多女性觉得Victoria's Secret 她们标榜的似乎 不是那个产品 而是那个无得意 说到这件事 有另一个品牌 刚才说Cosmopolitan 就刚刚相反 她们转型得非常成功 曾经我试 Cosmopolitan的封面 都是用美女为主 你看到她们曾经的封面 都是一些很传统 我们认为的金发美女 一些无特别身形 但是近年她们开始都转型 比如你看到 刚刚今期英国版 这个Cosmopolitan 就找来了美国 一个挺肥嘟嘟的女演员 Lena Dunham 做她们的封面 在去年底的时候 甚至乎再破格一些 找了一个男人穿裙 去做封面 这个是在美国里面 一个很出名的 帮人做grooming 即教人化妆的达人 Jonathan Van Ness 找她去做封面 不过最爆的 莫过于我觉得 是在一百年尾的时候 她们找了三百磅 一个肥妹仔 Task Holiday 而且整身 纹身 做她们的封面 累落 令我想起 在市场里面 有两个很重要的条件 一个是观众 你的观众 你的观众 他喜不喜欢 其实可能不是最重点 因为at the end of the day 最后去买的始终 是个consumer 是个custom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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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喜欢 这是先连的重点 毛贵傅 在几年前的时候 有一间化妆品牌公司 她们当时的slogan 或者她们里面的value 当时用上了这句话 Elegance is an attitude 她们认为气质 并不是只是外在外观 而是一种态度 希望无论在眼前看的是 女性还是男性 我们都充满了这种attitude Elegance is an attitude 下一集 再跟大家再见 Thank you